政府为了宣导民生安全会想出不同企划来教育大众,也被称为公共服务声明。 有时候会以短片来告知民众不同重要的主题,像是工作安全、道路安全、活灾, 以及其他黑暗类型像是家庭关系、药物成因等等。 今天要带您来看五个人儿看了鸡皮疙瘩的安全宣导广告影片。 第五,寻找。 自然四大元素的其中是火,是一种会让人着迷却有危险的东西。 人会大约在一百万年前到一百五十万年前发现火的用处,包括取暖跟光线, 以及最重要的拿来驱赶大型野生动物。 到至今,火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元素,可以用在许多地方。 但是我们都知道火的危险,如果无法控制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悲惨下场, 大面积的摧毁一个地方。 火烧防止也是常见的意外事故,也是公共安全时常出现的炫导主题。 味道对你 因为你没关系的时间更重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这个宣导则是小孩独自在家玩火 这部1973年的火灾教育广告看起来就让人不安 因为他们不是显示人类被困在火灾内 而是显示火灾过后剩下的地狱般残骸 Nancy! J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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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a! Peta! Jimmyишь Peta! Muip Muip Peta! Peta! øøøøø Peta! Yang 用空间iko 第四 無法預測未來 這一部關於道路安全宣導的影片是在2000年澳洲上映的 主要是為了教育駕駛在住宅區行駛時要非常注意安全 不管是遵守時速或是多注意周圍環境 讓這部宣導片不安的地方是影片一開始有著非常歡樂的氣氛 一秒內就變成黑暗驚悚短片 如果不知道內容的人看了可能會嚇到 有很多東西要看到 有很多地方要在一起 有你和我玩 乘坐快樂 你不能一直看著什麼 10km per hour 會有大分別 影片成功地表達出駕駛在車子跟人都不多的地方 很容易放鬆不注意周圍 而加速行駛 多開了10公里 沒有辦法讓你在一秒內對無預期的事情做出即時反應 而導致嚴重下場 第三 抽煙有害身體 這部Terry Holtz的廣告來自煙酒館之局 主要是宣導民眾抽煙對身體造成的影響 Terry Holtz就是長期抽煙導致嚴重外貌變形 因為如果我們真的不看到案例 通常都不會真的相信抽煙對人體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相信這部宣導能夠讓還沒有煙影的人可以即時改變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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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主廚 相信有工作的人一定會接受工作安全宣導 而這部廣告是來自加拿大欄前07年 由預防管制委員製作上帥 他們強調工作環境要乾淨以及安全 每個工作都有一定的風險 而這部在廚房工作的宣導片 能夠成功的讓觀看的人更注重工作環境衛生安全 第一 死了就不好玩了 喝酒開車這個議題一直以來受到很多關注 因為不管再多勸導 還是會有人喝了酒堅持要開車 奪去無辜人的生命 這部宣導片不是將整個過程演出來讓觀眾看受害者下場 而是讓駕駛當主角當一個沒有生命的人 要不氣息的玩家 就代表駕駛 勸告他們如果出事了就真的不好玩了 沒有氣色像是殭屍的樣子 讓人看得有種詭異不安的感覺 也希望能夠成功的將訊息傳達給民眾 哪一部廣告讓你覺得毛骨聳爛呢? 如果你喜歡更多類型的影片可以幫我按喜歡和分享 想要更多不要忘記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